8月25日上午9时 李小龙有限责任公司 诉上海征工府快餐管理有限公司一案 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记者从法院外的开庭公告电子屏上看到 该案件显示为一般人格权纠纷案 于C212法庭开审 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小龙的女儿李湘宁 该公司认为 公司合法享有李小龙相关的各种权益 已陆续在中国大陆注册近60个 与李小龙相关商标 征工府擅自使用李小龙肖像 既侵犯了李小龙肖像上存在的人格尊严 也侵犯了财产上的利益 8月25日下午 记者致电上海征工府快餐管理有限公司吴果 随后联系了其总部 对于案件本身 以及是否会考虑庭外和解的可能 相关工作人员均表示不清楚不予回应 我们就是想问一下 就是今天就是不是那个开庭吗 所以想问一下 就是目前情况 我们也不清楚 他那个开庭我也不清楚 我也没关注就不清楚 据悉2019年12月 原告正式向上海二中院提起诉讼 当时披露的诉讼请求是 要求真公府立即停止使用李小龙形象 在媒体版面上连续90日澄清 其与李小龙无关 赔偿经济损失2.1亿元人民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小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